好 宅宅周宇明跟李李仁 这回分别拿下戏剧类男主角跟男配角 在昨天典礼结束之后 他们直奔庆宫宴现场 两个人都很肯定对方在戏中的表现 李李仁更开心地抱起了宅宅 用力地一把抱起宅宅周宇明 看得出来李李仁真的很兴奋 同剧主的两人拿下戏剧类男主角 还有男配角奖顺利敲钟 宅宅拿奖比我拿奖还开心 因为我们在拍那部戏的时候 我看到宅宅有多辛苦她有多认真 所以我刚才要冲到后台新闻中心 把她抱起来 她的表演是真的很吸引我的 然后不是说对其他的入围者不好意思 就是我心目中就认定李仁哥 是可以拿这支的奖的 剧中耐胸耐力的两人 金钟大奖到底奖落谁家 在事前当然互挺对方 宅宅对于李李仁在剧中的表现相当佩服 更说如果李李仁没拿奖就要拆台 我替你松一口气 因为之前我们在通APP的时候 宅宅说我不得奖她就要去拆台 还好还好你不用拆台 虽然自己没得奖 但陶晶莹还是挺老公 两人开心一吻将没得奖的失落感 一扫而空 对于老婆李李仁更直说 陶晶莹早就是她心目中最好的主持人 在我心中她是最好的主持人 那当然得奖我觉得除了实力 当然要有一点运气 那我今天跟宅宅运气很好 但是我老婆在我心目中 她已经得了很多奖了 等了四年 宅宅终于卷土重来 打败连续入围三年的龙少华 与李李仁同时拿奖 两人最后更是拿着酒杯 感谢所有人的支持鼓励 有点TV金钟长众所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